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裏是台城的通濟河 通濟河對岸是地王廣場 我今天來這裏逛逛 這裏是一個十字路口 交通都相當繁忙 這裏有一個花圈 那裏是去台直道的 車很多 這邊的樓宇似乎在做外場的翻身 對面有一個景亭 走過去了 紅燈都照過 轉了燈了 聽當地人說 地王廣場當初是相當去陷 很多投資者 在這裏 都會當去一個 會生金蛋的鵝 在以前那個年代 老人家說 一舖就養三袋 在一個電商盛行的世界裏 因為這個神話已經是破滅了 我來這個位置 映映 地王廣場 在這裏 在這裏會有些大排檔 馬黑他們會開的 現在不止 現在是早上的 11點多鐘 慢慢地 這裏會有些燒烤 燒烤 我上次來過 我不知道是來得早 還是什麽原因 8點多鐘來的時候 都不是很旺 這裏有個 秘王廣場的蜜熱招商部 內裏很黑 碎魚 是 是 這裏有些人 隔壁 看來,已經倒閉了 如果是飲食大排檔都做不到的話 真的頗糟糕 這間很破壞 寫著危險密近 在這裏起了路障 就不讓你進去 大家看到了 是相當破壞的 整幢樓是相當破壞的 關門了 我傻了 對面日後會有一些小孝巴 我今天先不要走這邊 這裡有個電梯走上二樓 我先看看 這裏有些補習社 有些查譯商行 小早館 我現在進去看看 這裏有個白帶小館 還在照鏡片 這裏 不是開玩笑 知道嗎 十多店雲吞 這裏好像有三層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有三層 這裏的擴口是封住 這邊封住 這邊都封住了 這邊全部切片 這些全部都做飲食的 為什麼全部都 全部都死了? 聽聞這個牆 請了某個 香港的著名風水師看過 他說很棒 現在全部都死了 真的死了 還在拍攝 還在拍攝 是非公告 真可憐 江邊有些燒烤巴 曼黑過來做燒烤的生意 全部都是發音公告 這裡 黑毛毛 這裡有沒有地方上二樓? 這裡有地方上二樓 看看是否長 那邊就不看了 這個長 說句難聽一點 老鼠也養不到 怎麼算好呢 我來這裡 上上二樓 這裡的電梯全部都死了 如果一樓都不行 做飲食都不行的話 二樓就更加死了 台城河對面 拍著酒店 好 死了 真的死了 這樣說 過了台城河這一邊的話 如果按照台城地理位置 如果按照台城地理位置來說 我們來看一樓 我們來看一樓 如果按照台城地理位置來說 肯定是河那邊 地頭比河好這邊 這裡搞了一個新的商場 看見大人第一鏡 剛才在這個位置進來 現在是二層 一層全部都是飲食檔 這裡的店鋪 早前拆光 以前不知道在做什麼 到底有沒有開過當尾呢 對面有一間培訓中心 這裡是剛才我 在南下進來的地方 在二層一樓 既然來到 上三樓看看 按理由來說應該可以的 為什麼會弄得這麼淒涼呢 真的不知道 沒辦法 我在這裡拿回去 今天的拍攝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多謝大家的收看 地王廣場一殼眼淚 投資者一殼眼淚